有请的这一位姑娘呢 据说她是被我们场上 一个小伙给逼来的 是咋还能用这种招数啊 为啥呢 她说这小伙太不老实了 把我给逼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姑娘呢 来 掌声有请 我帮你回家 我帮你回家 你就是我的帮你 你就是你的帮你帮我 我叫小小的帮你 你帮我一辈子 相信爱努力爱期待 我想和你谈恋爱 大家好我是季红角 我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缺乱是 只愿做你的小太阳 金银财宝都不要 那个谢谢你能奔我来 挺好 你是不是奔你来的 谁说奔你来了 就商场介绍的时候 不说他要找全场上皮的吗 你说我介绍了是吗 他是被一个小伙逼来的 是因为这个小伙太不老实了 不老实我不老实啊 我真不老实 那你还谈人家 就让这帮哥们们说 你说我老实不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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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老实了 但是我就 你到底啥人缘啊 谁知道 那看一下这16个小伙 看看对谁最感兴趣 那个你想要找到算账的那个 再单独算 先看一下一中人 没看错啊 你去 他是挺不老实的 他是挺不老实的 是他呀 不老实啊 不老实 看一圈啊 他还不老实啊 他老实吗 妈呀他还不老实啊 他不老实我觉得挺老实的 他不老实啊 嗯 不老实 不是不是 谁呀 写老王 咋的了 不老实啊 谁呀 特别惊讶啊 他写完这个号问我是不是不老实 这次我没看出他们不老实啊 来看一下这个红椒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季红椒 今年24岁 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我每天的生活特别简单 就是从家到单位 再从单位到家 我不会唱也不会跳 可能唯一的爱好就是赚钱的吧 我为啥这么努力赚钱呢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吧 小时候父亲生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从小就过了挺苦的日子 我在感情上也特别没有自我 曾经出了一个男朋友 挣了钱给他花 他还对我爱达不理的 老赐的我 让我好长一段时间 都一看到男生就躲 觉得男的没有一个好人 谁呀 到底是谁呀 是我还有关事 其实姐我真感觉 他好像真是奔我来了 你刚才短片 我告诉你们注意注意 他从电脑上翻出电脑 完了说那个看到你的时候 第一个镜头 就是我跟袁拿哥 对吧 我也看见了 第一个镜头就是完了还常 最不老实的 就是不管是别人看过咱们节目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都是说我不老实 反正我就是感觉 我是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嘴不嘴 但是不行 谢谢 我听了有可能是我吧 但是在选移动人那时候跟门 没完网了 门那边丑 那是丑在那边 完了这 这视频一波 都明白咋个事了 明白啥咋个事的 我感觉应该是管事的 就是应该是15号 要从病理上看 这管事有点多动症 他给台上就不老实 跟猴子来回应发错 所以说我感觉是管事 我希望他俩能切手成功 好 10号 郭欣 我又想说一句啥呢 我知道这人肯定就不是我 为啥呢 因为我是最老实的一个 别扯了 你还最老实 还去过那哪呢 我听这话又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立了了 直愣起来了 说你不老实 你还直愣起来了 你看看